香港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Ricardo 其實是這樣子 您剛提到了一個是小提琴 小提琴確實難以還原 為什麼呢 首先是各位知道 小提琴的發聲原理 其實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穿透的聲音 各位如果有機會 就是近距離心上小提琴 或者是在琴坊裡面 跟一個小提琴家一起練習的時候 會發現那個聲音其實是很尖銳 你是會想掩耳逃出那個房間的 那小提琴的收錄的時候 因為它並沒有辦法在太遠的地方收錄 所以其實它的那個聲音 你要怎麼把它錄下來的聲音 還原到類似你在音樂體裡面 聽到那個狀態 除了錄音室的功夫之外 你的器材也要很到位 另一個非常難以還原的是鋼琴 因為鋼琴的音域更廣 它除了有很多高頻的泛音之外 它還有很多非常低頻的部分 那個低頻有些是 除了你的耳朵感受之外 你在音樂體裡面是能夠 使勁用身體用體感去感受 所以其實鋼琴跟小提琴都很難還原 另外一個是我所彈奏的鼓琴 其實鼓琴也很難還原 也很難收錄 那在Floatier這個牌子裡面 其實各位不用等 因為在這第一款耳機裡面 我就已經做到 就是我有自信 各位可以在上面聽到 非常還原於在音樂體裡面 聽到狀態的這些樂器的聲音 所以如果各位對這方面的這種體驗有興趣 我們這一款Mug Bass就是你現在要的產品 關於這個Crossover裡面的原理 我過去曾經有一段時間 非常的反對 我講的是反對兩個字 對 這種多單體混合耳機 那我最反對的時候是什麼呢 就是我2013年到2018年 為Hi-Fi Man就是做事的時候 那個時候呢 我的眼裡我覺得能夠跟兩聲道系統一搏上下的 就只有頂級的平板耳機 因為它的視真度很低 動態很大 頻率完整 可是相反那個時候的IEM技術不夠成熟 聽起來聲音都很乾 而且根本沒有所謂的音場可言 然後雖然標稱的音域很廣 可是老實講 它聽起來是乾扁的 是貧乏的 沒有生命力 對 所以我不覺得那時候的IEM技術可以打動我 到了現在 這不一樣 現在的單體已經進步到 可以做出栩栩如生的聲音 但困難點就在 當你使用多單體技術的時候 你會製造出很多的斷點 你使用的單體越多 你使用的單體的特質 就不同原理的單體種類越多 你製造的斷點也越多 會帶來更多的麻煩 所以怎麼樣克服這種多單體所帶來的斷點 是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 因為你要讓不同種類的單體同時發生 讓它們共存在同一個系統裡面 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這就像一個生態系 這生態系裡面有各種不同的物種 怎麼讓它們和諧共存 這是個難題 所以有一個很重點是 在建造一個耳機的時候 你要想 以一個打造單體生態系的概念去建造 讓每一個單體跟另外的單體和諧共存 它們使用一個共同的能量來源 誰該消耗多少的能量 誰該輸出多少的功率 這都是要提前設計好的 如果沒有辦法做好這樣的一個分配 你出來的聲音就會有衝突 可能會抵消 可能會互相衝突產生很刺激的聲音 對 這都是會讓IEM不利的因素 那在這點上 就是我們開發一個新的系統 使裡面使用的配線 裡面使用的電感電阻 都經過精密計算 讓每一個單體都能在 最完美最自然的狀態下來發生 第一個是它消耗的能量是對的 第二個它輸出的能量也是對的 如此就可以create非常完整的聲音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則是 我想給大家不一樣的聲音 不一樣的聲音我們採用兩個東西 一個是我們特地用上了一個克制的低音單體 這個低音單體呢 可以發到10Hz這麼低的低音 對 在你耳道內呢 可以重現這麼低的超低音 所以各位即便是在聆聽 像管風琴這麼低的聲音的時候 你仍然可以感覺到那個下探的低頻的震動 而且我們的低頻是完全不會有肥大混濁感的 是非常自然 向下延伸 像草原一樣 有這種向前延伸感一望無際的感覺 第二個則是我們使用了一個 在1990年代生產 而今已經絕版的一個電感 這個電感呢 是你在外面也絕對找不到的 因為許多的存貨已經在我們的手裡 而且據說呢 剩下來在市面上的就是也不多 就可能即將耗盡 這顆電感 它帶來的是一種 非常飽滿圓潤有水的 而且有空氣感的中頻 這個中頻可以跟我們剛剛講的 這顆一直下探到10HZ的客製化 客製化的BA低音單體相結合 所以當一個非常紮實穩定的低音 穩穩的拖住這樣一個圓潤的中音的時候 它所創造出來的體感 是栩栩如生 非常逼真在目 希望各位都可以體驗看看 許多的耳機呢 許多的耳機呢 都會強調要抑制震動 但事實上完全抑制震動 是不可能在物理上絕對做不到 我在製造這款耳機的時候 我反向思考 既然抑制震動不可行 物理上是絕對不可能做到的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擁抱震動 是可以這麼做 比方在這款耳機上 我們其實當時試用了不同的材料 去開發面板 後來發覺銀不那麼適合我們的調音 製造一個太亮的體感 不鏽鋼可以 但是聲音有一點點缺乏生命力 後來試到黃銅發覺非常的好 但是只有黃銅呢又不夠 所以我們把它度上了白K 那這個白K該度多厚也有所講究 那我們把黃銅面板度上白K 這樣的一種材質 它在這個耳機上所產生的 共振這個harmonic vibration 也放進了我們的調音考量裡面 當它放到我們耳機上的時候 它出來的中頻跟低頻的質感 就是非常非常完美的 但這個你必須在一開始 就要把它放進來考量 如果你是把整個調音都完成了 放上來發覺錯了 再去排除它 你其實達不到你要有聲音 所以這幾個就是我在這個過程中 面臨的一個困難 跟我特地去做出技術上突破的地方 是這樣子的 FlooterEars呢 如果要聊到FlooterEars的 專有的一些東西 在這可以跟各位分享 首先是 第一個 FlooterEars 這一次為了能夠 在線 完美的人生 還有完美的中頻 其實我們 過往在我們玩 就是 2-channel system的時候 這種大系統 我們常講一句話 就是 中頻對 你的音響系統 就對了一半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很有道理的 因為大部分的 你可以聽到的樂器 它其實是落在 中頻的範圍 人聲 當然也落在中頻的範圍 只有極少數的樂器 還有樂器的泛音 是落到真正的高頻 跟極高頻 那些東西呢 其實是已經 對它不那麼敏感了 所以其實中頻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區塊 你怎麼樣再現一個 完美自然 無縫連接的中頻 才是你開發產品的關鍵 在這款產品上呢 我們用了古傳導技術 古傳導技術 其實不是一個新技術 但是我必須要說 在前面的產品裡面 我還沒有看見 有人把古傳導技術 發揮得當 那 因此 我們這次採用的 古傳導技術呢 我們特地為它製作了 特製的槍體 能夠最大化 古傳導 而且呢 我們也在調音上 做出相應的設計 將古傳導 特別放置在 人耳最敏感的一個區塊 對 在這個區塊裡面 你使用古傳導 將可以得到一個 非常自然 就像頂級的平板耳機 這樣子的音質 所以這是第一個技術 因為古傳導呢 就是一個 它不是靠空氣 對 它是靠震動來產生 所以 這樣的一個產品 首先考慮到 你怎麼把古傳導的效應 最大化 第二個 你怎麼樣運用 面板材質的震動 去製造完美的泛音 這兩個是需要先設定好了 那因為我自己 在碩士的時候 我念的是音樂學 就是musicology 那就是我也修過一些 升學相關的一些課程 所以 大概上是有概念的 有自信可以把這塊部分處理好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這一個 我知道 許多人會覺得 共振不是不好的嗎 因為大部分的耳機廠商 都是宣稱說 我們要消除共振 可是讓各位想一下 當我們在製造樂器的時候 是要追求樂器的震動 材質震動對樂器也是很重要 一些小型的音箱 小型的speaker 也是會運用材質震動 或者是它裡面的空間的設計 來製造特殊的音染 來讓聲音更飽滿更豐潤 讓你覺得小小喇叭發出 一個很豐滿的大聲音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我們的借鑒 放在IEM設計上 完全可以形得通 所以這也是我這次的靈感啟發 那至於線材的搭配 就是說我其實在選用非常多的線材 那最後選的一個線材 其實是相對中性而沒有個性的線材 來搭配MacBest 可是我必須要強調一件事情 MacBest的主抗不高 只有7.3Ω 然後呢 它對於不同的線材的靈敏度 非常非常的高 幾乎每換一個線材上去 就會改變它的身體 這個改變不是只有微調而已 是天翻地覆的改變 所以如果各位喜歡玩線的人 會發現MacBest非常的好玩 不同的線材上去 會有不同的表現 如果各位有什麼特別偏好的方向 倒是可以試試看 我相信大家的線材跟MacBest搭配 會衍生出十倍以上的樂趣 我必須要說一件事情 這個其實就是藝術 怎麼說呢 莎士比亞寫出了他的MacBest之後 並沒有規定後人該怎麼演他 對吧 也沒有規定後人可不可以改編他 比方Verdi不就根據他做了一齣歌劇嗎 莎士比亞並沒有說 後人不可以用歌聲來詮釋他 是可以的 我覺得藝術是必須要 就是融得下這種開放度 我把MacBest 視為是我們Forten Year的一款藝術作品 所以我的原初設定 就好像莎士比亞原初劇本 或者是Verdi原初的這齣歌劇 就是搭著我的場線 出場線一起的 但是各位如果想要有自己的詮釋 希望有自己的詮釋法 有自己的玩法 大可以把手邊所有不同的器材 所有的sauce 都去搭配一遍 我覺得 Forten Year呢 也是經得起這樣的解釋 我相信這樣子 狀態下的Forten Year 這樣狀態下的MacBest 只會更精彩更有樂趣而已 並不會破壞掉他本身 Forten Year它成立的時候呢 我對它的設定是 凡是所有的舞台上的作品 都可以拿來使用 所以呢除了歌劇之外 然後再來 比方芭蕾舞劇 或者是一些德文藝術歌曲 凡是這些有戲劇元素的東西 它都是可以採用 只是呢 歌劇是最容易的 因為它的角色很多 然後它本身就有很豐富的舞台背景啊 故事背景可以去陳述 所以歌劇是相對容易做得更精彩一點 我會在持續的一段時間 採用歌劇人物作為角色 就作為我的這個產品的型號 還有呢它相關的視覺元素 但是將來當然也有可能做一出 跟芭蕾舞相關的 甚至它也可以採用日本歌舞技 中國的京劇 昆曲 我覺得都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並不是一個 喜歡為了做產品有做產品的人 所以如果說在這兩年內 技術上並沒有辦法更突破 做出比Mugfest更好的產品 那我是不會再輕易做出一款旗艦的 但是你說有沒有可能做出一款 是不同方向的產品 我覺得這是有可能的 對 然後再來這款產品要怎麼定位呢 也要有時候看 就是這款產品使用的配置 有沒有它是不同的方向 但是也一樣使用非常高的規格 那它的價位可能也不會比Mugfest低 或者說即便比它低也不會低太多 第二個取決於什麼呢 市場上的要求 如果說發行Mugfest之後 很多人可以認同我的作品 很多人喜愛這樣的作品 但是可能礙於預算上的限制 希望有部分的技術下放 希望有部分的技術轉移 出現一個比較平價版的Mugfest 對吧 或者是出現一個比較平價版的系列 更經濟實惠一點的 那我們也是可以考慮這樣的需求的 但是這一切在目前為之 就是是個未知數了 一開始 看見 一定有什麼好幾乎 video